各位好 我今天大概介紹一下 有一些床身旁邊的話 可能因為跳破或什麼原因的話 有導致破洞 我今天教大家怎麼修補 那大家修補的時候我們可以看這邊 修補的時候來講的話 我們當然需要針線 還有需要一把剪刀 那針線的話當然我事先已經綁好了 這個再麻煩各位 那來講的話我們來看這個洞 這個洞來講的話 那目前來講我們可以直接縫 不用再做任何動作 但在縫之前要特別注意 要先把這個下面裡面的氣囊 裡面的話隱隱約約在我這樣摸的時候 隱隱約可以發現有氣囊 稍微把氣囊往下移動 我們在縫線的時候千萬不要去縫到氣囊 應該也蠻簡單的 只要往下拉一下就好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開始縫了 那這個洞的話是比較大的洞 這洞是比較大的洞 小的洞的話大概是三針就應該可以的 大的洞大概四五針 在縫的時候來講的話 我們就兩邊的話 兩邊把它對齊 破洞這個地方 把它對齊 對齊的時候來講的話 那這個線齁直接的話就這樣子穿過去 那你不要去縫得太深 比如說大概是0.1或0.2公分的一個間距就好了 這個距離 如果說太深的話 縫起來的話等一下衝起來的話 可能會比較 那個會比較清楚 縫的角度會比較清楚 那如果縫比較淺的話就比較不會 這樣子 縫過去 確認一下兩邊都有縫 那縫的時候我們建議是螺旋縫法 螺旋縫法的話 一般我們縫過去的時候的話 都會從對面再縫回來 不要 我們要同方向的話再把它縫過去 好 盡量縫淺一點 好 盡量縫淺一點 好 兩針 好 這樣確定一下 三針 四針 距離不要太 每一針的距離不要太大 太大的話到時候來講的話 比較容易看得到 衝起來的話 這個洞比較容易看得到 好 差不多再一針就可以了 不用太多針 因為我是想今天把它淺一點 所以來講一直在調去 好 這樣子完了 那我們就把它 把這線的話把它 打結 打結 因為我不是專業的縫補師 所以 我不會那個旋轉 綁兩個死結就可以了 這樣其實就 結束 不好意思 剪刀不夠力 各位看一下 好 那我們先來講 戴鏡頭的話 讓大家看 充氣起來的話 看起來怎麼樣 因為我有做 鏡頭記號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就各位可以看到 剛剛馮補的地方來講的話 基本上很難發現得了 好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